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字母 C Please follow me C C C 我们上节课学到了一个长元音 E 注意这个C就是以长元音E结尾的 因为我们中文中并没有这个音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会习惯性的把C发成了C 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杜绝 非常的中式英语 很难听哦 好 代表字母C出厂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品牌 Cocacola 就是可口可乐了 那么你知不知道Cocacola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因为可乐原本是从一种叫Cocca的树的叶子上 和一种叫Cola的树结出的果实中提取的液体 所以就用这两种作物合起来的名字命名了这种饮料 Cocacola Cocacola Please read after me Coca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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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我们来看C的大小写和笔顺图 那么C这个字母是非常非常好写的了 它的大小写形式呢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一看便可以记住了 OK 一起来读实用单词 猫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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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Coc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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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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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两个国家的名称 美国 America 和英国 Briton 再加上加拿大 Canada 这三个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They are all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ey are all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他们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OK 订单词感悟人生 C is for confidence C is for confidence C is for confidence Confidence 信心 C代表信心 不管是对别人的信任也好 还是对自己的自信也罢 有信心的人 做什么事情 都是充满干净的 Who has confidence in himself will gain confidence of others 自己有信心 别人也会对你有信心 好的 字母C就学到这里 我们先来做几道小题 公共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K The next letter is D Please follow me D D D 代表字母D出厂的是一个著名的服装品牌 Diesel 中文艺名叫做迪赛 是全球知名的意大利服装品牌 它的衣服总带有一个鲜明的字母D Diesel的原意是柴油 这个牛仔品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诞生在1972年 那个年代正是能源危机爆发的时代 柴油是当时最炙熟可热的明星能源 所以Diesel的老板 也希望自己的服装能够成为流行物品 因此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好 请跟我来读柴油这个词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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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请跟我来看字母D的大小写和笔顺图 大写字母D好像是一半西瓜 而小写字母D好像是之前学到的小写字母A 又向上翘起了一个基角 一笔就可以完成了 好 一起来读使用单词 Diesel的大写字母A Diesel funding Dieselparty Diesel我很乐器 Diesel streamline Diesel 学完了三个使用小单词,一起来读单词,感悟人生 D is for dreams D is for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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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s的意思呢,就是梦想 那么这句话就是D代表梦想 梦想和现实是一定要有差距的 正因为有了这份差距,生活才有了奋斗的热情 So, let's keep our dreams alive 让我们梦想常在 OK,字母D学习完毕,我们来进行巩固练习 Now it's time to learn the fanatic alphabets 下面来一起学习音标部分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音标呢 长得非常像第一个字母A的大写形式 只不过少了中间的一横 那么这一个音标呢,读作 A A 好了,一起来读一下 A A A 杯子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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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便知,这又是一个短缘音 请看发音要领和口型示范 注意 A 这一个音呢,比上次学到的A 口型还要更小一点 那么纯形式扁平的 属于放松状态 非常短促,轻快地挖出一个音来 A A A 请跟我大声读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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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读一下发这个音的实用单词 Cup 芬 Cup B Cup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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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 się B B 好,一起来读实用口语句子。 汽车站在哪里? Where is the bus stop? 来看一下最后两个单词。 汽车,bus 停,stop bus stop就是汽车站的意思。 那么因为汽车,bus这个词是以s结尾,而停,stop这个词又以s开头。 那么这两个单词组在一起,我们就把两个s的音发成一个音,这就是连度现象。 所以bus stop就合成bus stop。 bus stop 其实啊,这些连度现象大家也不用想象的非常高深,一切都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才会出现这些连度的现象,所以也非常好理解。 Good, the next sentence,你来决定。 It's up It's up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这句话非常短笑又非常实用,大家可要一定记牢哦。 It's up to you 这个音标学习完毕,下面我们来巩固一下。 OK,学完了短促而又轻松的啊,我们来学一个需要大家尽情开口的音标。 啊 请张大你的嘴,来跟我读。 啊 啊 啊 心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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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看发音要领和口型示范。 在发啊这个长圆音的时候呢,要求大家开口张到最大,然后唇形自然张成圆形。 好,请跟我大声朗读。 啊 啊 啊 一起来读含有啊音的实用单词,艺术。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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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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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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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起来读实用口语句子。 停车场满了。 the car park is full the car park is full the car park is full 好,停车场我们说成 car park car park car是汽车的意思 park 是公园的意思 这两个词呢,都含有一个长音 啊 啊 那么合在一起,car park 汽车的公园就是停车场。 the next sentence 你先请 只有两个单词 after you after you after you 这是一句简单好用的礼貌用语,在和别人一起走出大门的时候,你要先请别人先走,就用这个句子,after you就可以了。 这个音标学习完毕,下面我们来巩固一下。 好,我们下面来学习第三个音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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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促有力,请大家跟我来读。 哦 哦 哦 钟表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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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短言音,请看发音要领和口型示范。 这一个音比刚才的啊这个音,口型要小一点,但实际上还是很大,并且要收圆双唇。 请跟我大声朗读模仿。 Please follow me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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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一起来读实用单词。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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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学了一个词,猫,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说呢? 也是三个字母组成,cat,c-a-t,cat,那么狗是dog,都是非常短,非常好记的词。 商店 商店 shop shop 盒子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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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起来读口语句子 停 哎,就一个单词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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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词我们好像似曾相识,是刚刚学过,大家还记不记得汽车站怎么说? 是 bus stop bus stop bus stop 哎,stop这个词本意是停的意思,那么让别人停下来,停,就是stop,一个词就够了。 the next sentence please 请跟我来 follow me please follow me,please follow me,please follow me,please follow就是跟着的意思,那么follow me就是跟着我,please是请的意思。 老师在课上也会常常说,please follow me,或者是follow me,please,是请大家跟我来读的意思。 这个音标学习完毕,下面我们来巩固一下。 excellent,we have learnt three phonetic alphabets today,and we still have one to learn today。 所以,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学习一个音标,是一个带冒号的长音。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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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这个词中含有的原音是长原音 而doctor前面doc那个部分含有的是短原音 所以在发女儿这个音的时候呢 要把声音拉长 而doctor这个音相对来说则要短促很多 好,一起来读口语句子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这句话很是浪漫 很多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都可以用上哦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显得非常盛世 好,下面一个句子 我去叫出租车 Let me call a taxi Let me call a taxi Let me call a taxi Taxi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那么外面马路上跑的出租车 头顶上都会顶着这四个字母 大家现在知道它的发音了吧 是Taxi Taxi Taxi 这个音标学习完毕 下面我们来巩固一下 Great, let's call it today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课之前还是老规矩 送给大家一首英文歌 它是来自Delan Mondegreen的一首清新风格的歌曲 Will I walk you home? 在送你回家的路上 Walk you home就是送你回家的意思 我们刚刚才学到,对吧 我们课上学到的句子都是非常实用 非常有趣 是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的 生活中肯定能用得到的句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之初 就能花一些功夫把这些表达记住 Now let's enjoy the music 现在来一起欣赏音乐 Will I walk you home?